哈喽大家好呀,我是丁丁 马桶人第66集作为第22集的开端 却展现了非常庞大的战斗场面 虽然联盟的两大泰坦目前生死不明 但是联盟的其他战力代表目前也已经集结 电视阵营也已经蠢蠢欲动 泰坦电视人也要重出江湖了 不过呢,这两天做成又更新了第66集的短视频 我重看了短视频好几次 发现有一些细节更改了 我们都知道马桶人视频一直以来 短视频和全屏视频上都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 不过这一次的改动似乎有点大 好像作者是要暗示我们什么东西一样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细节 还有推理这张图的真实性 开始前请大家记得 点赞 订阅 OK,我们开始 我们都知道全屏视频里 视角主角拿起平板电脑之前 在远处可以看到一道绿光 绿光慢慢消失后 主角的平板也收到了消息 在他拿起平板的那一刻 还闪过一阵绿光 绿光里有作者的头像 还有一行红字 上一期视频我也分析了 是作者骇入了联盟的平板 向他们展示了这些信息 不过在短视频里 由于是数评的关系 远处的绿光被遮挡掉了 奇怪的是 视角主角拿起平板的时候 并没有闪过一阵绿光 作者的脸也没有出现 就直接显示了太坦云落的消息 嗯 作者为什么要更改设定呢 这个目前我也想不明白 我们先来看看这张照片 有很多人都认为 这张照片是假情报 是马桶博士故意发给联盟 来扰乱联盟的士气 要不然就是神秘人发给联盟 要鼓舞联盟的士气 这两个推理我都不认同 哼 为什么这么说呢 马桶博士是一个非常高智商的反派 他所有的计划都非常缜密 如果博士有打算顺移过来偷袭联盟 他绝对不会事先向联盟发出太坦云落的消息 因为我完全想不到 博士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只想要激怒联盟 还是要嘲讽联盟 至于神秘人 要鼓舞联盟的士气 也完全不合理 联盟原本就和马桶人 打得有来有回 而且看起来联盟还占了优势 根本就不需要鼓舞他们 况且他们也不知道 飞机机场那边发生的事情 所以神秘人要鼓舞联盟的士气 我认为是真的不合理的 我本身的推理是 神秘人此刻真正的目的是要帮助联盟 也可以说是要陷害联盟 全屏视频里 神秘人骇入平板发消息是肯定的了 他发的照片上 还有三个Skipity的字眼 目的就是要让联盟认为 这是马桶人发来的信息 但其实他要表达的是 让联盟快逃 因为马桶博士要过来了 要知道 马桶博士后来瞬移出现的位置 就是视角主角现在所站的位置 要是他没有平板的提醒 博士一出现 联盟肯定完蛋 视角主角在暴咒马桶人的时候 神秘人也给了他一把刀 目的就是要他快速解决眼前的马桶人 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他身上 要不然博士到了 大家都得死 当然在我们看来 神秘人的确是在帮助联盟的 不过他应该也有自己的目的 而他的目的 就是和我上期视频说的一样 要利用视角主角进入电视人的秘密基地 因为泰坦电视人的藏身据点 是神秘人都无法察觉到的 至于为什么我说 神秘人想要进入电视人的秘密基地 接下来我会解释 我们接着看 在全屏视频里 可以看到仓库上的屏幕 是没有出现文字的 不过在短视频里 就能看到一行字在屏幕里 放大来看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写着 也就是真正的威胁式 视角主角进入仓库前 还能见到作者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在第64集 作者也在屏幕上留下了Trap这个字 这个Trap也代表两个泰坦在第65集 跌入博士的死亡陷阱 所以我认为这行字并不是在说真正的威胁 是即将顺移过来的博士 而是有更深层的含义 我们快进到电视人基地 科学家电视人和泰坦电视人说的话也不一样了 我们先来听科学家电视人说的 他说这会是个惊喜 还摆出了个眨眼笑 他说的这个惊喜 应该是代表着泰坦电视人即将要登场 不过这和全屏视频里所表达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他完全没提到 这个地方是最高机密之类的 再来听听泰坦电视人说的 这里能听到他说 他是我的 这个他是谁呢 在第三部短视频的简介 或者写了 电视人说出了隐藏的秘密 所以泰坦电视人说的话非常的关键 这个他或许代表了马桶博士 也或许代表了宇航马桶人 也或许代表了其他人 这里就对应上刚才屏幕上的这行字 这个他可能就是那个真正的马桶博士 这里有几个推理 第一个推理 真正的威胁就是泰坦监控人和泰坦影响人 再回来看这张照片 很多人认为这张照片是假的 但我觉得这张照片很有可能是真的 马桶博士作为一个高智商的反派 设了一个这么大的陷阱把两个泰坦打到中山 你们想想换作你是博士 你真的会相信假军man和自杀小队能够成功的完成任务 然后你自己就这样拍拍屁股走掉吗 很明显不可能对吧 泰坦被炸伤后 博士和其他的马桶大军一定会返回现场查看情况 所以照片里的两个泰坦倒在地上 这很有可能是真的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已经死了 核心没光只是代表能量用尽 第55级无双战神打马桶人的时候 也是打得蓝光都没了 他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所以说呢 两个泰坦应该是被囚禁了 毕竟外面还有一个泰坦监士人要对付 我不认为博士会直接杀了两个泰坦 相反的博士又把他们给寄生了 让他们去对付泰坦监士人 两个泰坦的战力大家都知道有多么的强大 如果两个同时被寄生 这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威胁吗 不过我认为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 只要两个泰坦没死 就一定有被拯救的机会 现在联盟的精英这么多 区区的寄生马桶人 我相信完全难不倒这些精英 只要能配合攻击的话 解除寄生是非常容易的 第二个推理 真正的威胁是真G-Man 平板里出现的G-Man 可能对应了我第65级推理的G-Man多重分身论 照片里的G-Man仍然是假的 可以看出来他脸上完全没有伤疤 之前破损的装甲 现在也还完好无损 看起来就像刚刚被复制出来一样 而真正的G-Man就在博士的实验室里 不断的把假G-Man复制出来 不过复制体并不能像真G-Man那样 从眼睛发射激光 所以只能复制了G-Man的皮囊 而里面放入了另外一个马桶人 来控制G-Man的行动和眼睛的激光 如果没有消灭真正G-Man的本体 那么就会有无数的G-Man一直出现 一个G-Man都那么难打了 可以想象十个 一百个G-Man出现 联盟还怎么玩呢 不过这个推理很大几率也不可能发生 毕竟G-Man在很多人的眼里 就是独一无二的马桶王 要是G-Man真的被量产 相信很多朋友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设定 这样还倒不如让G-Man有尊严的牺牲算了 第三个推理 真正的威胁是神秘人 神秘人第一次出现 是在第45集 在他出现之前 第34到第37集 电视人也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视频里 而且电视人也拥有非常逆天的瞬移能力 这完全不符合监控人和音像人的设定 神秘人也有瞬移能力 有没有一种可能 电视人和神秘人原本就是宿敌 还记得第47集 泰坦电视人受重伤逃走后 G-Man把视角主角打伤 接着神秘人就出现在他的屏幕前面吗 这里的神秘人是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用手接触的监控人 我猜测 神秘人会不会是不想正面和泰坦电视人交手 所以他就利用了马桶人去对付泰坦电视人 哪里知道最后一刻泰坦电视人逃跑了 神秘人也无法追踪泰坦电视人究竟去了哪里 所以那时候开始 神秘人就一直利用监控人的摄像头 来观察联盟的行动 但最终目的是要找出电视人的老巢在哪里 然后趁泰坦电视人还没复原 先把整个电视阵营给消灭 所以泰坦电视人最后说的 他是我的 这个他就是神秘人 因为泰坦电视人已经察觉到神秘人发现了他们的基地 接下来这里就会面对马桶人的大举入侵 在这一刻泰坦电视人也必须要重出江湖了 所以也不排除 马桶人系列的Final Boss就是神秘人 也就是 The Folk 最后一个推理呢 应该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因为有人听到泰坦电视人说的是 世界是我的 如果泰坦电视人说的真的是这一句 那就是说神秘人已经暗示了联盟真正的威胁是泰坦电视人 我们仔细想想 电视阵营里的所有成员 自从39集出场到现在 好像还没见到他们被马桶人杀过 唯一一次也只是泰坦电视人受重伤 而且他们的打斗方式也和监控人印象人完全不一样 基地内部看起来也非常的神秘和诡异 这么看来 电视阵营相对于监控阵营和印象阵营 的确是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要是说 电视阵营最后真的成为联盟的敌人 看起来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可能的 只不过这反转也太大了 作者 泰坦电视人究竟是不是敌人 你给我说清楚一点哦 你恐吓我啊 要不然呢 神秘人表达的就是他真正的威胁是泰坦电视人 这代表泰坦电视人只是对神秘人有威胁 而并非是联盟的敌人 这就回到了我第三个推理 马桶人系列的Final Boss就是神秘人 当然我所说的这些都只是推理 并不代表一定是对的 毕竟现在作者的脑洞越开越大了 接下来的剧情 也可能不会按多数人猜想的结果走下去 如果每次都让你猜中下一集会发生什么 这样你看视频时就没有惊喜了对不对 对 不过在全民视频的简介 作者也写了 最终决战开始了 我不清楚作者说的最终决战 是不是代表马桶人系列已经来到了尾声 毕竟作者不可能一直没完没了的制作马桶人的视频 马桶人最终也是会迎来大结局 但是我还是希望作者能把马桶人系列 延长到100集才结束吧 马桶人太好看了 那么早结束还真的有点舍不得 好了 你们认为屏幕上真正的威胁是谁呢 记得留言讨论哦 拜